这个女人是个变态杀手 今天的目标是个黑帮老大 他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干掉她 于是趁着男人洗澡 女人偷偷的整理武器 随后又悄悄的戴上绝严手套 最后再插入电源 邪魅一笑后 迅速插进了浴缸里 一千焦的爆炸电流 男人竟然啥事没有 原来他可不是个正常人 因为意外吃了个变异的果子 而获得了超能力 他从高处自由落体 身体就会变成穷 怎么都不会被摔死 每次都有本身电线才能安全着地 即使有一百把枪同时射击他 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女人感觉大事不妙 开始疯狂逃跑 可下一秒 男人就伸出了八千米的橡胶手 一把抓住了他 还逼他说出幕后主使 他要报仇 但得知真相后 男人却被吓得瑟瑟发抖 原本的好兄弟 竟然为了全力要自己的命 突然 一只陆飞从电视里跳了出来 他十分好奇 和自己一样吃了恶魔果实的人类 还和男人成了朋友 男人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陆飞 但在陆飞的世界里 兄弟情谊是不会被质疑的 他劝男人冷静 就在这时 又一个杀手冲进了病房 男人一招锁后控制住了杀手 再一次逼出了幕后主使 男人更气愤了 亲兄弟竟然非要他的命 于是男人决定了结一切 很快他就找到了铁蛋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男人 一秒就发起了进攻 众人立马拔出了枪 可下一秒 又被反砍了回来 男人又使出了终极大招 泰山压顶 将他们全部打倒 男人一拔抓住铁蛋的衣服 向一拳了结他 就在这时 男人又想起了曾经同生共死的罪悦 重情义的男人选择原谅了铁蛋 但万万没想到 男人的衣服才是幕后的主使 按枪是他开的 杀手也是他派的 为了能控制男人 他不惜炸毁地球 但就在他要使出终极大招时 陆飞出现了 世界终于恢复了平静 这是一条神奇的小鱼 不仅长着人烈于身 还会帮你实现任意的心愿 一个天生残疾的小男孩 意外得到了他 可他却全然不知小鱼的威力 直到午夜时分 屋外不停地闪烁起了蓝色的光 小男孩瞬间被惊醒 好奇的小男孩赶紧下楼查看 万万没想到 那条鱼竟然变成了仙女 还好像是个不太聪明的样子 突然小男孩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被小仙女发现了 小鱼嗖一下 钻进了鱼缸里 这么神奇的事情 小伙伴们都高兴坏了 他们决定一起饲养他 可小鱼却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他必须要生活在海里 小男孩看出了他的心思 于是决定带他回家 几个人简单布置好路线后 就出发了 可没过多久 他们的行踪就被妈妈发现了 还派出了黑衣人来追捕他们 小鱼使出了终极大招 吃了武功 才勉强逃脱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可黑衣人也追了上来 小伙伴们根本不是黑衣人的对手 直接就被抓住了 无奈小男孩只能拼命了向海边跑 就在这时 奇迹发生了 小男孩竟然奔跑了起来 还把小鱼放进了大海 下一秒 小鱼竟然变成了美人鱼 美人鱼为了感谢小男孩 完成了小男孩最大的心愿 就是治好了他的腿 所以善良的人 总会和好运相伴 如果有这么一条小神鱼 你想要吗 这个男人太狠了 他居然在超市里 买来了火箭炮 还有这种武器 你肯定见都没见过 而这些 都是为了一场纸牌比赛 因为赢了 可以得到一百万 而输了的人 必须死 游戏开始 每人分得四十五张牌 且只有一张王牌 是单牌 两个人互相抽取对方的一张牌 来和自己手里的牌 配成对 最后谁的手里没有牌 谁就可以活下来 很快就到了紧张时刻 如果对方拿到大壮的梅花K 他必死 然而经过大壮的无懈挣扎 还是被对方捏到了梅花K 结果突然 原来是大壮准备好的武器 对方被吓坏了 但他还想赢得比赛 于是他又一次捏住了梅花K 结果 对方不但不松手 为了这一百万 对方也是拼了 于是大壮掏出了致命武器 对方被考得嗷嗷直叫 但他不死心 结果 对方不得不接受大壮的安排 这下好了 只要大壮抽中梅花K 就赢了 眼看胜利就在眼前 可偏偏 他又抽回了王牌 这次对方趁他不注意 直接拿走了他手里的梅花K 显然对方赢了 这时大壮拿出了一把玩具枪 得意忘形的他 对大壮的玩具枪十分鄙视 还狂妄地将枪抵在自己的脑袋上 结果 好了 这下巴比克了 但意外的是 他并没有死 还决定报仇 于是他变成大壮的样子 藏在他家的镜子里 知道幻想 让大壮以为自己疯了 大壮拿起卷发棒 他就拿出激光套 本以为罢无一失 但很快就被大壮识破 于是这次大壮拿来饮料 好防卫的他 就拿来一百度的水壶 大壮直接引起了饮料 他为了不露馅 也只能硬着头皮喝 于是他放出了大招 变成了女装大佬 大壮疯了 他再也不想装了 于是他提起了火箭炮 结果 接下来的每天 他不是要吃乳药 就是要做鼻孔 真是没有最惨 只能有更惨 仔细看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海上 竟然有个人头 再仔细看 这个人在拼命的挣扎 不停的沉下 起来 没一会儿 他就失去了力气 他真的要死了吗 突然 他惊醒 他想活着 他冲出了海面 他奋力的游向沙滩 他看见了一块冲浪板 他努力的爬了过去 想要拿到那块板 可被一波凶猛的海浪 冲击到礁石上 晕了过去 还被带进了海里 强大的求生酝酿地醒来 用书包挂在礁石上 他奋力的拽着书包 因为此时 他的下肢已经失去知觉 他只能用手臂的力量 拖住自己 不被海浪带走 这是一架飞机经过 他拼命的喊救命 可飞机怎么能注意 大海上的一个小黑点呢 飞机走了 他意识到没有人能救他 此时他已经被困在海上 48小时了 没有水喝 会被咳死 他又一次晕了过去 海鸥已经开始啃食他的肉 男人在刺痛中惊醒 他赶走海鸥 他想喝水 没有办法 只能自己尿 可尿出来的全是血 等他再一次醒来 他爬到沙滩上 写下求救信号 可一个海浪就冲没了一半 他很饿 很渴 于是他假装自己昏迷 手里死死地握着一块木头 等海鸥靠近 可他根本打不到 突然 他听到了手机铃声 他拼命地挖 竟然挖到了自己的手机 打开一看 是自己的父母 他赶紧求救 可那只是一段视频 根本没有人回应他 手机根本一点信号没有 看着手机里的家人 他想哭 可根本没有眼泪 因为他已经渴到极限 透支了身体的水分 难道就这样等死吗 他绝望地看着大海 突然 他有个大胆的想法 在这里等死不如一搏 他努力地挪动身体 大胆地用那个破了的冲浪板 又一次冲进海里 海浪不停地冲击他 一点点击亏他的心理防线 他根本看不清前面 没一会儿就耗尽了他所有体力 他渐渐地沉了下去 手上的安全绳也断了 他丝毫感觉不到 突然 一个黑影在靠近 终于有人发现了他 把他救了回来 是的 他活了下来 没有什么比活下去的信念更强大 哪怕是面对死亡 这个小男孩可不得了 就这么轻轻用手一敏 居然救了密封国的国王 之后小男孩遇到危险 国王就率领大军来解救小男孩 小男孩名叫亚瑟 是被玛雅人选中的超能力者 他不仅能听懂动物的语言 还可以和大自然任何东西融为一体 他趴在树上 小鸟都以为是树干 他伪装成石头 连嗅觉最灵敏的狼都没有发现他 他甚至伪装成狗熊 和狗熊整晚睡在一起 他的好朋友 都是一群智商极高的蚂蚁 亚瑟还精心为他们准备了一辆火车 亚瑟的妈妈不太喜欢蚂蚁 每次突击检查 蚂蚁们都以250的智商 躲到盲区 最让人羡慕的是 他还有个迷你王国的漂亮女友 塞琳娜 塞琳娜是小人国的公主 亚瑟虽然在人类世界有超能力 但要见塞琳娜 就必须要依靠玛雅人帮自己缩小 所以也只能每年在七夕这天缩小一次 获得去小人国的机会 这也预示着即将有大事发生 不出所料 米利上居然是塞琳娜的求救信号 亚瑟急忙下楼 找到唯一知道小人国存在的爷爷帮忙 希望及时找到玛雅人 却被父亲阻止 因为就在白天 他被一只蜜蜂遮伤 还发现了他们的老巢 就在他要摧毁蜂巢时 玛雅人出现制止了他 回到家中 他又要找消防员来处理 又被爷爷制止 几乎所有人都不帮自己出这口恶气 这可激怒了父亲 他决定连夜远离这里 亚瑟也只能被强行拖走 正当绝望时 事情出现了转机 爷爷的阿尔哈追上了亚瑟 趁着父亲加油 跳上车用装睡来骗过他的父亲 亚瑟则匆匆跑回爷爷家 找到玛雅人 准备缩小去救塞琳娜 小男孩要在月圆之夜 被玛雅人用一根棍子缩小 扔进时空机里 坠落的瞬间居然变成了迷你人 突然地面断裂 幸运的是遇到好友马克 说明来以后 马克决定帮助亚瑟一起解救公主 马克拿出了自己的七星飙虫战车 带着亚瑟前往小人国皇场 打探消息 另一边父亲发现 亚瑟不在车上暴怒 马上掉头回去抓亚瑟 可就在路上碰见一群猛羊 只见一头猛羊坚定地站在路中间 夫妻俩还没来得及反应 车子就被一头撞碎 那羊居然毫发无伤 还扬长而去 这边亚瑟他们很顺利地 就来到了小人国皇场 亚瑟被震惊了 没想到小人国变得这样繁华 他们找到了占卜师 来打探消息 没想到占卜师只是想骗他们的钱 但意外地发现了 被恶魔抓起来的王子 塞雷娜的弟弟赛德 亚瑟必须要救赛德 于是又一次在马克的帮助下 顺利地接近赛德 并启动了赛德的随身武器 两排大白牙 还啃断了铁龙 救出塞德后赶忙驾车逃跑 警犬般嗅觉的恶魔射兵 全员发动追击 千军以发之际 亚瑟打碎了老鼠夹 躲过攻击 却被一群老鼠盯上 前面是稍有不慎 就会被绞碎的扇叶 后面是要把他们当典型的凶猛老鼠 危机时刻 亚瑟看准时机 一个转动 又一次逃过一劫 却因为飞车失灵 跌进了深渊 注意看 蝶蛹里居然有两只可爱的小精灵 突然蝶涌炸裂 一只蝴蝶破解而出 塞德及时制服了蝴蝶 于是两人便坐着蝴蝶飞往小人国宫殿 可没走多远 就被一只鸟钉上 受惊的蝴蝶直接将两个人甩飞 落在了一张蜘蛛网上 动弹不得 但危险已经悄悄来临 突然一只凶狠的红眼蜘蛛 缓缓走了出来 还要攻击他们 没想到被塞德一个棒棒糖制服 于是两个人又骑着蜘蛛继续前进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小人国宫殿 国王见到亚瑟后十分高兴 还命人准备丰盛的晚餐 但奇怪的是 亚瑟告诉国王关于求救的事情 国王却一口否认 还说他们传递信号只用树叶 那究竟是谁传递的假信息呢 就在亚瑟匪夷所思时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刚刚还在唱歌的公主 却突然不见了 亚瑟马上又出城寻找公主 却遇见大魔王拿刀斜迫公主 逼近城里 原来公主没有等到亚瑟独自伤心时 被大魔王抓住 还提出想要救公主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变大 原来他迷恋上了人类世界 小小的小人国已经满足不了他 他想征服人类世界 但现在想变大的唯一办法 就是把亚瑟回到人类世界的机会 让给大魔王 原来一切都是大魔王的阴谋 他用米粒传递假信息骗了亚瑟 好获得变大的通道 亚瑟为了救公主 召唤出开启大门的小人 并启动了开关 随着齿轮转动 大魔王跳进了通道里 代替亚瑟飞往了人类世界 好在公主得救了 但返回人类世界的通道已经被毁 亚瑟将永远留在小人国 而落地的大魔王 却遇见了一只庞大的昆虫 就在马上要吞掉它时 大魔王迅速变大 看着美丽的世界 一场征服人类的计划即将开始 小女孩惊讶地发现 月球上居然有人在居住 又仔细一看 那人竟然是自己的爷爷 他拼命地挥手不换爷爷 可爷爷却根本看不见 小女孩太想念自己的爷爷了 于是每天放学 总是第一时间来看望爷爷 却发现 爷爷是一个人生活在月球上 很孤独 而且爷爷每天都会坐在同一个位置 望向地球 因为他想念地球上的人间烟火 也十分思念自己的家人 却根本回不去 看着孤独的爷爷 小女孩特别想送给爷爷爷一份礼物 于是就画了一张漂亮的明信片 借助梯子爬上屋顶 想要送给爷爷爷 可根本够不到月亮 于是又折成了纸飞机 却还是没有成功 绑在弹弓上 射程又不够远 小女孩失望透了 直到这天 圣诞节到了 小女孩收到了好多祝福的同时 也想到了能把礼物送到月球的办法 几个小时后 就在爷爷孤独难过的时候 突然一个漂亮的气球飞了上来 上面还绑着一件礼物 老爷爷打开一看 就真是一个望远镜 老爷爷终于可以看到 自己日思夜想的地球了 又经过无数次的放大搜索后 他如愿地看见了自己的孙女 和自己那群快乐的家人 爷爷也终于欣慰地笑了